记得每年中秋临近,上海的大街小巷到处弥漫着鲜肉月饼的香气 现烤鲜麦的月饼,酥皮中酥中带粉,肉汁咸鲜,总是让人馋得不得了 其实,平时做早点或下午茶,它也是再合适不过了 那今天就自己做,尽兴享用 先来把肉馅调好 七分瘦的肉米半磅,加上生抽一大勺,盐四分之一小勺 或者用半勺鱼露来代替盐,会更加的美味 再加上糖一小勺,香油或者玉米油一大勺 玉米淀粉一大勺,鸡汤一大勺 然后两根葱切成了葱花 榨菜40克,切碎,大约是半包的量 然后磨一些黑胡椒粉 再把一片姜磨成泥 把所有这些拌匀 然后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 上劲的肉馅呢,成拉丝状,颜色变淡 这样月饼烤好之后,肉馅比较成团,有嚼劲 如果不搅打上劲,只是稍微拌匀的话 肉馅就比较松散 那搅打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感来定 现在来做酥皮 做酥皮包括两个部分,水油皮和油酥 我们先来做水油皮 把中筋面粉,糖或者是糖粉,盐,油混合在一起 再加入水和面,先加80%的水量 再根据情况逐渐添加,甚至是补加 标准是和成偏软的面团,和耳垂的软度比较接近 刚刚和成团的面,油和面粉还没有均匀融合 接下来就用搓揉的方式充分揉匀面团 确保面粉和油充分地揉匀 这是这一阶段的关键 大约4-5分钟时间,油和面粉就混合得已经非常均匀了 面越来越光洁 拉开看看有一定的延展性 但还是比较容易拉破 面团稍微出些筋性就可以了 把面团稍微整理一下 用保鲜膜包起来 放在室温22摄氏度,饧一个小时左右 这样面团出筋,延展性会更好 接下来称这个空档来做油酥 非常简单,就是把低筋面粉和油混合在一起 揉捏成团就好了 强调一下,这里用的是低筋面粉 活出来的油酥柔软 和水油皮的面团的软度非常接近 这样待会儿擀酥的时候会比较好操作 不容易破酥 如果换成中筋面粉 由于吸水吸油性更大 油酥会偏硬偏干 擀酥和包酥饼的时候都会很不顺利 油酥做好 要用保鲜膜盖住 防止干裂 然后放在一边待用 今天的室温22摄氏度 这是水油皮醒了一个小时后的状态 水油皮延展性已经非常好了 可以轻松拉出膜 这样待会儿擀酥的时候 延展性好 可以比较顺利地擀出光洁的酥皮 这也是为什么水油皮里选用中筋面粉 而不是低筋面粉的原因 如果水油皮的延展性不够 擀酥时会比较困难 做出的酥饼表面会坑坑洼洼的不光洁 接下来我们就把水油皮面团和油酥面团 分别均匀地分成十份 滚滚圆 分割的时候用秤帮着秤一下最好 水油皮剂子和油酥剂子一一对应排列 然后用保鲜膜盖好防止风干 那现在就可以来包酥了 取第一个分割出来的水油皮剂子 压扁成饺子皮形状 然后取第一个油酥剂子放上去 用虎口的力量 用包汤圆的方式包起来收口 收口面朝下放回保鲜膜下面 接着就把剩余的九个也做好 用保鲜膜盖好 静置十分钟让剂子松弛 接下来擀酥 两次三折反 来看一下细节 取第一个包好酥的剂子 飞光面朝上 压平 拢一下 然后从中间向上下左右各自擀开 擀到食指拇指长宽左右 不需要太大 这会儿把两端各自向中间折上去三分之一 重合起来 这就完成了第一次三折 然后放回原处 再把剩余的九个逐一做好 休息松弛五分钟 接下来就做第二次的三折 从刚才的第一个开始 光面朝下放 从中间向上下左右各自擀开 擀到食指拇指长宽左右 就够了 不需要太大 同样的方法 三分之一处对折 重合起来 完成第二次三折 然后再放回到原处 把剩余的九个逐一做好 再松弛五分钟左右 两次三折法完成 现在开始擀酥皮 取出第一个剂子 依旧是光面朝下 从中间往下按一下 然后用双手的虎口 握着面积子的两头 各自捏一下 然后向中间折起 合拢 往下按一下 整理一下 捏合起来 再压扁 然后从中间 各自向上下左右擀开 再把边缘一圈擀薄 擀到大约4到4.5英寸直径大小 放回保鲜膜下面去松弛 接着再把剩余的剂子都擀好 再看另一种折叠的方法 捏着面剂子的对角线 向中间捏起合拢 再捏拢另外一个对角线 接下来用同样的方法 擀成饺子皮形状 然后放回保鲜膜下保湿 全部擀好后 再松弛10分钟左右 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 在每一步操作完成后 都有5到10分钟的松弛 这样的话呢 酥皮制作过程会更加顺利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那现在来包酥饼 取一张皮 光面朝下 线放在非光面上 左手把面皮拢成一个小碗状 然后靠虎口的力量 把面皮包住肉馅向上拢起 逐渐的收口 可以用筷子帮助往下按紧肉馅 然后呢 靠右手食指和拇指的力量 把收口处逐渐的捏紧 收成一个细长的小尖尖 那这个收口的尖尖呢 要尽量长一些 那收口就更牢固 可以防止烤制的时候 爆开露出汤汁 然后把小尖尖按回去 整理到光洁 接口处朝下放置 整整圆 接着把剩余的九个 逐一包好 全部包好后 就在酥饼顶端 均匀地刷上一层蛋液 但不要太厚 然后手指上沾上一点水 就能把芝麻粘住 很顺利地 就能把芝麻按到酥饼上 烤箱预热到350华氏度后 把烤盘放在中层偏下那一层 烤20分钟 然后再用375华氏度 烤3到5分钟 直到表面金黄 因为每个烤箱的聚温情况不同 所以这最后几分钟 一定要守在烤箱边 专注混烤的情况 终于出炉了 多么诱人 但还是耐心等个一二十分钟 等烧凉了之后再吃 那样会更加的酥脆 看一下底部 也是烤得刚刚好 并且一点都没有裂开 漏汁 如果第二天还有剩余 那吃之前 用375华氏度烘烤 三到五分钟 又可以恢复刚刚出炉的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